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加拿大各个签证10月份的一个审理进度的一个汇总 首先我们看一下1亿加拿大的快速通道 那么目前的一个审理周期还是6个月 联邦自雇移民审理周期23个月没有变 之前是21个月,现在到23个月是蛮正常的 省提名快速通道到联邦阶段 那么如果你是快速通道的话还是6个月 普通的一个审理周期是15到19个月 那这个19个月也不到相当于一年半吧 也在正常周期之内 大西洋移民试点项目AIPP联邦阶段只需要6个月 魁省技术移民QSW联邦阶段15到17个月 魁省的这个技术移民基本上还是需要有雇主的offer的 魁省的投资移民联邦阶段48个月 魁省的投资移民我们没有讲 实际上投资移民明年的4月份就会开放 现在是一个准备资料的一个申请阶段 如果大家对这个项目感兴趣是可以来核实一下 只要你能够说明200万加币的投资额 你的这个钱从无到有是怎么来的 能提供你的这个社保啊 个税啊这些信息 那么就可以来考虑做这个事情 它的整个周期是4年左右 然后联邦的创业移民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联邦创投 创投啊创业创业移民是12到16个月啊 在联邦的移民申请部分 然后住家保姆移民阶段 它的审理周期是12个月 8到12个月啊 8到12个月啊 团聚移民啊 父母是20到24个月 其实这个20到24个月配偶是12个月 呃担保担保的配偶可以是12个月 但是父母的这个团聚移民是靠抢的 名额是靠抢的 所以20到24个月就是说 你今年抢了没抢到 明年你应该能抢到 是这个概念 然后短期签证方面 旅游签证目前的审理周期是290天 都基本上快一年了 旅游签的延期 基本上属于是在境内的一个延期 是181天的审理周期 学生签证如果是中国申请 那么在中国境内申请是16周 也就是呃四个月的时间 所以比如今天有客户问到 现在来申请明年三月份入境 我说你有雅思没雅思都没有 肯定就入不了境 对不对 你还有一个审理周期 所以有雅思的情况下 那么审理周期是四个月 如果是在加拿大境内 学生签证的申请是23周 23周 差不多的时间 然后学签的延期 49个天就会获批 在中国境内申请工作签证 申请加拿大的工签 审理周期是27 27周 在加拿大境内 审理工签时间是176天 176天相当于是 五个月 五个月左右的时间 对吧 然后封印卡的续签 目前的审理周期是162天 入籍的申请 审理周期是12个月 以上是加拿大 就是我们今天10月12号 汇总了加拿大的这个移民签证 和短期签证 它的这个审理周期 感谢您的收听 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 欢迎关注我的公众账号 对加拿大移民感兴趣 也欢迎联系我们加拿美出国 我们的客服微信是18186129682 18186129682 16201296 华 March